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我是军迷的忠实战友迷彩虎 冷战期间 苏联作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军事大国 在与美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军备竞赛中 选择了一套与对手大相征庭的武器装备发展模式 如今 冷战结束已经二十余年 苏联也成为历史 但冷战时期 苏联武器装备发展的一些特点和思路 仍然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 下面就由虎哥带大家回顾一下 苏联在冷战期间发展武器装备的一些特点和思路 首先我们来看陆军装备 重视装甲部队 炮兵部队的作用是苏联陆军的特点 据统计 冷战结束前夕的苏联陆军 曾装备有主战坦克五万余辆 装甲车七万辆 大口进火炮五万四千门 反坦克导弹发射架三万具 直升机六千架 总兵力达一百八十五万人 换言之 苏联陆军的武器装备在数量上 超过了排在它之后的美 中 英 法 德等数个陆军强国的总和 然而深究起来 无论是坦克 装甲车还是直升机 大部分都是苏联特色的傻大黑粗 寿命 可靠性 防护性都不及西方产品 可以说是苏德战争期间引量胜至思想的延续 如果爆发大规模地面战争 苏联这种思路也许是对的 虽然在主战武器的整体技术水平上比对手略有差距 但它能够保证国家能够大量生产 军队能够较快适应 工厂能够迅速维修 凭借数量上的绝对优势 苏联陆上力量仍然具有压倒对手的能力 而苏联空军则受导弹制胜论影响 长期缺乏远程空中打击力量 以战术支援为主 战略力量的投放均于次要地位 因此长期依靠导弹来完成战略胜物 战斗机也逐渐沦为像陆军一样走数量路线 主要用于前线支援 长期将战斗机细分为供空军前线航空兵使用的前线战斗机 和供国土防空军使用的截击机 大多航程较短 而这些小飞机内部空间狭小 不能携带大型的航电设备 没有更多的改进和升级余地 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超视距空战的需要 直到苏二七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情况 但服役又比美国F-15晚了将近十年 数量上也没形成优势 所以苏联高度重视地面防空力量的发展 想以此来加强航空兵的防卫作战 这也是对空中力量不够自信的表现 海军则更像是纳粹德国海军思想的延续 二战时期 德国潜艇在大西洋上的出色表现 给苏联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由于德苏在海军建设方面有着相似的国情 因此 在冷战时期 苏联也借鉴了过去对手的发展模式 将建设海军的重点放在水下 冷战后期 苏联同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 战略导弹核潜艇舰队 攻击核潜艇舰队和常规潜艇舰队 超过300艘潜艇同时在苏联海军中服役 而对大中型水面舰艇的不重视 使得苏联海军制海制空能力很弱 还长期忽视舰载航空兵的建设 舰载机数量少 性能落后 是苏联海军航空兵多年来的致命弱点 甚至还在发展航母的过程中 多次受到西方的战略忽悠 当苏联研制出垂直起降飞机时 西方津津乐道地谈论 航空兵应向此方向发展 苏联开始增加航母排水量时 西方则刊登文章 鼓吹航母应该小一些 用常规动力而非核动力 当苏联研制弹射器时 他们则大肆宣扬滑越起飞 70年代还刊登不少停舰航母的消息 在这样的影响下 苏联的航母发展 经历了相当曲折的过程 其航母计划也几经修改 从排水量8万吨起步 最后变成了6万5千吨 从核动力起步 最后变成了蒸汽锅炉 从配置四座台设计起步 到最后一个都没留下来 虽然解体前夕 苏联回过沃尔来 准备重新造个不向再机巡洋舰的航母 解体后 该航母还是胎死腹中 没能造完就被拆了 想知道更多关于这艘航母的消息 请关注迷彩虎公众号 输入关键词 苏联航母即可了解 身为舰载机的雅克38 既缺乏较强的对海对地攻击能力 也不能为海上舰艇编队 提供可靠的空中掩护 成之为鸡肋 毫不为过 不可否认 由于美苏之间在综合国力 战略目标 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苏联在冷战期间武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 采取与对手迥异的思路 本无可厚非 但问题在于 苏联过分强调制造简单 和便于战事大量生产的理念 在冷战后期就已经逐渐落伍 现代战争 无论规模大小 都将是信息化条件下的 武器的精密化 是一种必然要求 80年代的历次实战考验 已经充分证明 苏联那一套是行不通的 这完全不适合信息化战争的环境 苏联二战时 曾经依靠大量生产的简陋武器 来赢得战争 但那个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而把胜利 寄希望于历史的重演 显然是可笑的 也是极其危险的 苏联这种 针对美国军事体系弱点的发展道路 始终是被动的 根本原因在于 自身的落后 后发优势的真正意义在于 历史给了我们快速追赶的机会 让前车之舰 引力着我们加快步伐 向一流水平追赶 于是才有了大裁军 隐身战机和辽宁舰 勇于承认落后与不足 并努力去迎头赶上 我们才能真正立于不伴之地 请打开微信 搜索迷彩虎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与虎牛真人互动 还要忘记精彩视频 不管你有什么疑问和建议 都可以和我交流 创作不易啊 别忘了点赞和打赏 您的支持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